大家好我是阿梅 前几天在这个水坑里面放些用 所以今天带抽水机过来把这个水坑抽干 看一下待会有什么可抓的 现在开始 就在这边 整成的水坑里面 meant 材料 水坑里面 刚才也抽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水 现在水位也差不多了 刚才抽水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好多小鱼挺漂亮的 现在下去找一下 现在的水很清澈 这里发现了一条红鱼 它跑得好快 先沉点水 现在钻到石洞里面了 看到了吗 在这里 扎到我手了 这条鱼好漂亮 疼死我了 这里发现了一条纳鱼 游到这里来了 这颜色挺漂亮的 把它放在桶里面 刚才我在石洞里面发现了一条鱼 这里发现了两条鱼 一条石九宫 还有一条鲨鱼 鲨鱼头到这里了 不过这条鲨鱼太小了 就不要了 把它放了 就抓这条石九宫 这条石九宫还可以 你看它嘴巴 把它放在桶里面 这里又有一条石九宫 石头里面好多这种鱼的 要抓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它边缘这种刺 它边缘这种刺扎得很疼的 它挺漂亮的 把它收到饭桶里面 这里又有一条石九宫 你看躲在石头里面 这个水有点少 它就跑不了了 你看这个水很清澈的 这下面好多小腊锣 还有野海葵 你看一动它就锁进去了 看到了吗 全部锁进去了 好可爱 这里又发现了一条石九宫 你看正在喝水呢 你看这个头这里 看到了吗 好漂亮这种鱼 你看 吓我一跳 你烤不了的 抓的时候要小心翼翼 这个刺扎得很疼的 你看它的嘴巴 把它收了 这个鱼算很大条了 对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石缝边缘又发现了一条红色的鱼 这红鱼跑得挺快的 刚才我也抓了一条不小心被边缘的刺扎的手疼死了 你看挺漂亮的 你看眼睛 亮亮的 赏赏发亮 把它收了放在头里面 照片 盆子 鱼 照片 我摸到一條魚 我摸到一條尾巴了 挺大條的這個條魚 我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我摸到一條尾巴了 我摸到它的尾巴了 把它拖出來先 一條大石斑 哇 一條很大的石斑 挺漂亮的 剛才不小心把它拖出來的時候 然後把邊緣都拖花了 看到了嗎 蠻大條的 也有一斤半左右 大概也有兩斤吧 這麼重 很大條今天發財了 剛才不小心給生蠔割到手了 也值得 把它收了放在頭裡面 哎呦 又給它割到了 很鋒利的 這個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收穫 收了四條十九宮 還有一條大石斑魚 還有紅魚 蠟魚之類的 哎呦 現在潮水已經上來了 沒辦法繼續趕海了 現在把抽水機收好 準備要回家 如果你們喜歡阿梅的視頻 記得幫忙在下方點個關注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下期見 拜拜